接下来我们谈谈跟亚洲有关系的话题 在美国进展到现在资金回笼的模式 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 美国未来的区域大战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之前老师说过 美国在拜登上台之后 必定会联合所有白人国家 也就是白色联盟 把它组织起来来对抗中国的振兴 相信如果是老铁都会记得老师讲过这些话 但是也会发生了一件事情 例如我们在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系列的专题 里面有提到 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信用已经不会被其他的国家所信任了 因为特朗普的毁约手段跟拜登的缔约手段 他们的根基都是如出一策的 是单纯为了美国单方面的利益着想 在大家都平安的时候 这是可以谈的 我们尊重你 你好 我们好 大家都好 可以谈 但是现在是新冠疫情 在2020年笼罩了全世界 每个国家都被这个与他们价值观相抵触的瘟疫 所侵扰的时候 你还有我们为了你美国而牺牲我们自己的权益 那话就不能这么说了 只能说修丹姐 你这个就不能这么讲了 而什么样的价值观是跟瘟疫抵触的 那就是不可抵触这世界的运行 哪怕你是自由民主与人权 因为你只要是地球的一份子 你就是地球成就了人类 而不是人类成就的地球 所以说遇到瘟疫 戴口罩 就是让你明白明白 人类不是真正的万物之主 地球妈妈才是 这还不明白的话 没关系 这让你尝一次 什么叫极地寒流 以及水旱灾 让你明白明白 所谓的人权与自由 民主与博爱 是抵御不了大自然的反扑 无论是美国得中的极地寒流 或是台湾刚刚提到的南部的旱灾 或是去年中国的洪水 以及印度的蝗虫 人类永远不是大自然的主宰 我们只是地球里面的一个种族而已 回到我们的主题 现在美国的大战略 首先就是要收回对这个世界的主导权 而这个主导权 过去最早是美国的工业化时代 再来因为美国的国力展现了 所以说美国因为工业化而产生庞大的消费力 就变成了什么 美国的资本武力 走到了现在 就是美国的科技力 而挑战这个工业化与科技力的 就是万恶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的高稳定度 无法完整的输送了民主欢热送进去 你也无法掀起了类似什么阿拉伯之村的复刻板 也就是中华民主之村 你没办法吹不动 这个春天可能不会来 索罗斯的基隆狙击之战 之前过去打的索罗斯打这些货币外汇之战 连续两次都兵败香港 更遑论可以打进中国的银行体系 对不起你前进的来 你出去拜托 你应该看我心情好不好 所以说面对这个对手实在是令人太担忧了 所以过去的中东 中东的危机现在变成中国 中东已经不是美国主要的对手 现在变成了中国 是美国首要的打击目标 为什么中东以前是呢 因为中东以前掌握了世界的能源是石油 所以说中东是美国头号敌人 但是美国现在自己有石油 怎么办 还是要打击中东 为什么 因为中东石油还是很多 美国也没有他们的多 这个就要考虑考虑 所以拜登政府跟特朗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特朗普要救回的是美国的工业生产力 而拜登要救回的是什么 是美国的科技力 因为没有科技力 你就没有办法维持强大的工业力 这两个其实是互一互存的 而如果特朗普在没有任期限制 假设他跟习近平一样都是终身制的 你知道吗 接近终身制一样 就像万额的共产党一样 你根本就不需要拼选举 那么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 美国他真的有机会 工业以及科技还有基础建设 都会有快速的发展 因为特朗普不畏惧地方的派系 你跟我讲什么 派系协调 我没有在听的了 我自己老特 我就是美国最大的势力了 我说的就是真理了 我没有在管你们 你们要协调好了 要协调是你家的事 我只决定我要做的 我就做下去 不然你想怎么样 人民听我 人民热爱我怎么样 所以民选政治的总统制 可以选出一个明军 但是他也可以毁了一个明军 因为这个明军必须要破例 而破例通常不见得能够持久 那么美国目前大战略就是建立回半导体的优势 为什么半导体现在是科技资源 过去在没有中国威胁之下 美国的工业由中国代工享受了高度的资本利得 为什么中国人工便宜 对不对 从中国做出来再卖到世界各地去 真的是很赚钱 但是猛然一发现 科技力高的美国却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工业化的制程能力 也就是半导体的制程能力 就连英特尔 英特尔他自己生产的半导体 粮绿跟连台积电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这实在太令人担忧了 而这个代表美国的科技力低落吗 这绝对是错误的 各位不要错估了这个现实 老师要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世界半导体的工业能力粗略上 这个老师不是专业 但是粗略上可以分成两大要件 一个是软体的能力 第二个是工业制程的能力 软体的能力 也就是软体设计的能力 基本上目前还是美国独占凹头 他是唯一的强国 他不是其中之一 他是唯一的强国 只要美国限制这些工业软体的出口 那么全世界半导体产业 就可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你连想做都没得做了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一个超级电脑 你没有这个软体 比如说电脑你没有OS 无论你是卖金塔的 或者是你是一般PC的 你没有OS 你连DOS都没有的时候 或是你连电源都没有的时候 那么你是超级电脑 你也是没有用的 你就是一块铁而已 就像中国现在虽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量子电脑 九张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实用的阶段 这老师以前讲过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软体 没有这些公式可以发挥他的实力 所以说你再强的能力都没有用 而美国对软体科技的人才一直都是不断的去培养 有足够的经验 还有足够的资金 让他持续的发展 而中国的难道中国没有办法研发出软体吗 可以 理论上 但是他可以做到 但是没有办法一时三刻做到 最少最少还需要三到五年的以上的时间 中国才有办法慢慢进入了软体人才的培育队伍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教育 教育是很重要的 还没有脱离到传统中华民族的科举制度 这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中国的多元化教育 以及专业化的培育机制 还没有落实在他们的什么中等教育上 我们先不要说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包含高中 你都没有办法培育出多元化以及专业化的教育 当中国高考成为这些人才的唯一出路 培养出来的都是考试的机器居多 不是每一个人说居多 因为我们一直在追逐这个分数 是能够创造出来的都是工业的人才 就是什么 我听话照做一直不断的生产 人家奴工 这个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台湾以前也是这样子 要培育出来软体的人才 首先就是什么 教育思维的改变 不然一个为了考试 你要去背诵答案 念书念了持续15年到20年的 原来是人才也被你做成傻瓜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思考逻辑 已经没有办法做出强大的转变 变成一些比如说可以跳跃性的思考 软体最重要的就是想一些别人 没想过的 创造出别人没有想到的一些部分 这叫做创新 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下 跳跃性的思考 或是你突破框架的模式 你是不被允许的 老师说不行 叫不符合标准答案 这就非常糟的模式 而新洋通常接受各种的测验 在他们的中高等教育里面 比如说像金林老师 他在加拿大 他就接受了测验 所以他高中只念了三个月 金林老师他是高中没有念完的 你看他傻瓜 不是他跳起直接进到大学 他好像16岁就进了大学 就是因为他接受了测验 校方认为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念大学 所以他直接进入大学 他没有很好的高中的生活环境 你看他都没有青春 太可怜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的学生是可以跳级或提早毕业 甚至是你很优秀 我可以让你直接进入研究单位 但是中国是怎么样 中国跟台湾还是强迫你 你必须一级一级的考上去 情绪渐进 哪怕你是数学天才 或是你是什么研发的天才 你都必须要懂什么 唐宋元明卿的历史典故 背中那些私人的经典章句 这些无论你要不要 他都得塞到你脑袋里面 这个人才就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被扼杀 加上什么 加上地产商跟媒体的一些宣导 别是什么 你今天如果出了学校 你就必须要买房买车 你才算是个人 政府跟企业培养的管道又很少 所以说人才就必须要符合你这些宣传 你一毕业你就必须要先买房先买车 那么这些人才其实不做研发了 做什么 做能赚钱的事情 对不对 能赚钱的事情 你才能够买房买车 你才能当个人 对 家里催你娶媳妇嫁老公 你有这个能力 门当户对 是不是 一来一往这样的时间 5年10年就这么过去了 人才就被磨成了庸裁 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怎么验证老师讲的是对或不对的 中国现在娱乐性的科技可以说是超级强 连美国都怕 为什么 例如抖音 这个原因就在于人才为了先挣钱 所以说不是先搞研发 这点 美国可以说是完胜中国 因为美国他是先培育人才 中国的人才是培育在你可以赚到现在有钱 唯物主义 就是有这样的缺点 那么美国的研究单位 他会给你对人才有什么样的好处 在真正的研发单位 他不但只给你高额的薪金 你在研发都给你很高的薪水 还让你专心研发之外 有的还送你房 还送你还配给你车 就差老婆老公没有帮你选好了 对不对 那你自己老婆老公都自己找 找到了生小孩 你也不用担心 你全家医疗保险 甚至是所有的教育单位都帮你安排好 只要你是人才他们都愿意给你 然后这些可能都不用你出钱 你就负责关在房间里面 努力研发就可以了 这个样子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也有 比如说什么老师举例而言 小米创办的雷军 他之前在研发软件的时候 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总工程师 因为他雷军只会做生意 他不会搞研发 但是他的工程师只会研发 又不会做生意 怎么办 两个人就想得好一件事情 我他妈给你钱 让你专心的研发 其他事情你都不用去管 所以是说雷军专心做生意 研发专心做研发 到时候成就雷军跟小米的存在 雷军不是只有小米 他还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所以是说这不然什么事情 中国所在乡的996制 就是毁了中国自己的科技能力 人都被累死了 谁还有给你多余的思考能力去创新 因为累都累死 还要想什么 所以996制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为什么中国5年以后就可以追上美国的科技力 简单来说 不是中国的体制教育体制上改了 而是中国开始富起来了 慢慢开始有钱起来了 脱贫也开始去做了 所以说他每一年生产出来的程序人员 就是他们的一些理科人才 将近多少人 然后老师稍微去做一下功课 但是这个不是很精确 但是相关的研发人才 每一年高低众合加起来 大概多少人 大概有400万人 你知道吗 400万个程序员 也就是400万颗新鲜的肝 每年都在生产出来 来进入这些研发的队列 那么我们只要里面说 1%的人家里条件比较好 可能父母真的是广东人 对不对 就是地主 是不是 或是他已经本身上一代就累积下来了 他这一代只要做研发 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家里都会支持他的 1%就好 好不好 那就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你就有4万个人才 所以说这叫人口的红利 说这么多人再减少一点 1%好不好 1%的人家里有条件 那么也会有什么4000个天才 专门做研发 所以中国需要的是在这些人口红利上面 取得这些人才 因为经济的满足 让这些下一代的一些程序员 或是下下代的程序员 可以不断的去把中国的科技 逐渐的往上去研发 这个是一个蛮现实的事情 那么在中美互相较劲之下 会产生一个牺牲品 是谁呢 就是我伟大的中华民国 现在是比较明显的牺牲品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半导体高等晶片 还需要台湾的大量供应 基础晶片的部分 还需要中国的生产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开放了 对中国中心科技的限制令 他可以买美国的软体 可以买美国的原物料 来让他们生产大量所需要的车用晶片 为什么 因为汽车工业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如果汽车产业不好 那美国经济起飞速度就会比较慢 所以说两害取其心之下 你让中心科技开始生产 第一阶的晶片 然后中第一阶的晶片 高等晶片 当然现在还只要台积电 就台湾给生产 然后再把这些晶片的卖给卖给了美国 美国再把它生产成汽车之后再卖回来中国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中国的汽车市场相当于 几乎是没有很准确去计算 但是差不多调查出来数字应该不会差太多 就是相当于美国加上欧洲整个市场 等于一个中国市场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很多 中国人开始有钱了 慢慢开始脱贫了 你需要的就是消费品 汽车是很重要的 他的仰赖程度没有美国这么高 因为中国毕竟你要跨省份 你开车是要命的行为 最好的方法 你当然还是坐他们的高铁快速动路 加上他们现在未来还会有子弹列车 也就是吃福列车 所以是说 中国对于汽车的仰赖度 不一定会跟美国跟欧洲一样高 这是基础建设的差别 为什么讲到现在台湾会被牺牲掉 台湾明明就可以提供高级晶片 怎么会被牺牲掉 因为美国现在跟中国是一样的 他需要时间来提升了晶片制成的工业化能力 这个在美国国内都已经有充足的软体能力的状况之下 软体设计美国是非常强 强到也不可置信的状况之下 你要通过时间把制成跟良率提升起来 你只要有美国政府的扶持 这件事情数年之内 可能在拜登的任期以内就可以提升到一定的境界 这对美国来说 还是只有政策性跟资金 还有时间这三大的支持 就一定百分之百可以完成的事情 毕竟美国现在还是科技的霸主 这是不会有任何的疑问的 而且钱也可以买到人才 谈到台湾的人才用美金去买 买不到吗 一定买得到 时间政府帮你争取 所以美国现在尽量的在跟中国去做各方面的撤走 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联盟 就是为了争取时间 所以说对于美国的半导体制成 一定会从台湾跟韩国的手中夺去 美国要成为晶圆制造的大国 就像美国花了一定的时间 从最大的石油消耗国 变成石油最大的出产国 就像页岩油的出产了 并不是这几年才发现 我们有页岩油这个东西 我们只是需要时间 把这些石油可以从页岩里面提升 开采出来 当美国已经研发出开采的方法 比如说过去的什么水猎解法 那么当时跟美国做生意的委内瑞拉 它是生产重油的 每桶原油 当时美国用多少钱跟委内瑞拉买 每桶120美元以上的价格去跟委内瑞拉买 美国还提供了委内瑞拉各种的一些抽油设备 把这些油抽出来之后 你也不用去烦恼 他怎么样去练 因为重油它是很难用的 你不要怎么练 你只要这么高价卖给我 我用船 用任何方法把它运回美国去加工就可以了 你只要坐等我领钞票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加工重油是一个高科技 美国要的只是资源 不可能给你这些高科技 所以当时的委内瑞拉是什么样的状况 各位可能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在地球另外一端 委内瑞拉当时的百姓是过的风衣族食 纸醉金迷的生活 当时的委内瑞拉他是过的什么样的 高级的红酒食材豪华游艇跟高级轿车 在委内瑞拉是销量非常好的 这绝对是大量的消耗国 那根本就是人间天堂的存在 但是一夕之间风云变色 美国不再需要采购委内瑞拉的重油的时候 直接把设备废弃在当地 人就直接全部撤回美国 留下的设备你就算用也用不了多久 因为你不会维护 你只能看到一些设备荒废在那里 但是你的油抽出来也等于垃圾 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分解那些重油 而委内瑞拉是只有石油产业 过去不是这样 过去他们还有很好的一个农产品 但是因为你卖油已经成了爆发户习惯了 你还会耕田吗? 所以说委内瑞拉百姓并没有生存的技能 只有荒废的农业 百姓从这些纸醉金迷的时间 短短的数年之内变成三餐不济 捡垃圾来吃 失业率不断的飙升 这个老师在去年还是前年 已经做过了委内瑞拉的相关的专题 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稍微翻找一下 这今天就不多说了 同样的状况将会发生在台湾 当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 还在欧哥的台湾的护国群山 而不是神商也是群山 对不对? 包含台积电 联发科等等高科技的公司 这些公司都会将面临跟委内瑞拉一样的下场 当美国有朝一日突然宣布 他们成功的把制程提高到 相近于台湾联发科或台积电的水准 那么收回这些代工订单 交给美国当地的科技厂 并且启动了软体限制 那么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也会一夕之间崩解 不可能吗? 在美国的利益面前什么民主自由或是区域性的盟友 都是浮云 对不对? 如果大家认为可以 那么同为美洲的委内瑞拉 美国都不甩了 怎么会有台湾未来还可以继续拿到美国订单的下场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同样事情为什么不会发生在中国 中国不会太在意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美国需要时间 中国也在发展 而中国目前还是仰赖了这些性基因半导体的发展 这个是没有疑问 也是正确的 他们自己制成也是很糟糕的 这个是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提升的 你也没有软体 你也没有什么人才 这个是当然的 但是基于目前中国的科技重点 科技是什么? 也就是石墨烯晶片的研发 才是中国的科技的重点 也就是什么? 碳基晶片的模式 这个碳基晶片效率是现在矽精半导体的10倍以上 这方面的科技发展是日后中国的强项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当中国发展碳基晶片的商用化之后 当然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会这么快 量子电脑的发展才能够进到新的阶段 万恶的中国共产党的科技霸权以及军事力量 就会真正的与欧美开始分庭抗礼 而到那个时候 可能这只是可能 可能就是真正的热兵器大战的时候的来临 为什么? 因为利益使人疯狂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 你让一个贪婪的人的他自己的发财之路受到了阻碍 自然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哪怕血流成河也只能唯我独尊 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不能说谁对谁错 因为历史所有的发展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让美国知道你中国的碳基晶片 比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矽精晶片强10倍以上 你觉得他会放得过中国继续发展下去吗? 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要是你你也不愿意 而台湾在这个民粹之下 我们已经被催眠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已经没有任何翻身的可能 中国的穷台政策 不要说凤梨 未来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穷台的 而美国最终也会死乱中气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招架的力量 台湾如果维持现状 那么台湾的未来不会比印尼跟菲律宾更好 台湾会落到那一刻吗? 或许会或许不会 为什么? 因为在那之前 可能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就要换个旗帜 也说不定 那个旗帜是什么? 旗帜飘扬在我们总统府之上 不知道 各位你说 好吧 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